孟加拉一个星期内两度遭遇恐怖袭击 使得国内的紧张局势升级 警方目前正全力追捕 星期四在大型开斋节集会上 发动恐怖袭击的一名武装分子 目前还没有任何组织或个人 声称对这起事件负责 尽管警方已经加强保安 星期四在吉少尔杰干市举行的大型开斋节活动 还是遭遇武装分子的袭击 初步调查显示 干案的是回教极端分子 但目前仍然无法确定 是否和一国组织有关 不少民众对于接二连三发生的恐袭事件感到担忧 孟加拉共有一亿六千万个回教徒 经济不景气 再加上极端思想崛起 使得当地近年来的武装冲突事件不断增加 一国组织和卡伊达组织在去年都曾多次发动攻击